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打开有意思 一个夏天又荒废贪过 暑假前立下的小目标 都达成了嘛 新世纪最大的谎言 不是只有富二代 才能出国读书 不是留学生没几个单身 也不是 你应该很多美国朋友吧 而是去美国读大学很轻松的 留学北美 才发现学霸不止Made in China 眼看校园里 既是比你优秀 还比你努力的学吃 明明可以靠脸 还是要靠才华的学神 难道人生就是场撕不完的笔 童话里甚好的青春 都是在骗人 孔子曰 有心而无心 不知其可爱 意思就是说 还没有听声过JNC的留学生 简直做和选择轻易勾带的rapper 一样太傻太天真 JNC国际暑期学校 是中国首家 带你学习带你玩的暑期项目 背上广深航台六大小区同时开课 回国过时假 也能拿到美门最多四个学分的美国大学成绩单 所以说 把时间浪费在拉丁尼GPA的学分课上 简直是对不起妈妈负担着的高昂学费和美好的青春啊 33天完成三门十二个学分 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 以参加三次属校计算 按每年休息三门课程 三年就可以毕业了 先达成节省留学位十五万的校目标 JNC 专业 权威 高校 却并不是书呆子下领 并承承着walk hard and play hard的办学理念 JNC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最酷的社交平台 和最爱的假期活动 篮球赛 油画课 电音趴 一云剧全 谈恋爱不如凤迪 凤迪不如来JNC边学边玩 我们在最棒的夏天 等你到来 现在可 在讲啥 现在 接下来的比赛是 放黄了什么 Dip C战队 对着 主度大学的战队 Team 7 Team 7 和Dip C 是吧 是的 我们咱俩来开场 你觉得你看好谁 这么说吧 我直接来开了吗 我都不了解 你这样子 我也不了解 我也没查战机 真的 咱俩就猜个边吧 站个立场 我站普渡好了 因为去年普渡战队帽子蛮强 虽然说今天有点坏选手 但是 实力应该还是还不错的 那我就和你站队里面 好吧 UMTC的Dip C 好吧 好吧 Dip C这边是红色方 对不对 对对对 Dip C是红色方对吧 OK 进班屁了 我们先看一下班屁 先由我来给大家念 来广告一波 好吧 首先 第五届 NACJ北美电竞联赛 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NJNC国际暑期学校平台灌命赞助 NACJ致力于举办 举办海内外留学生高校电竞联赛 是全北美最早举办 也是规模最大的华人电竞联赛赛事组织 同时感谢Gravity引力 岳和旅游队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好了 我们可以来看BP了 是啊 这边开场先相互针对一下 这里班了一个三个 雅索 扎克 还有剑魔 你是说这手雅索 雅索是针对对面的吗 我不知道雅索是不是针对对面 感觉很迪快乐风难 对呀 我感觉 我感觉是针对对面的 B 一手班雅索 我感觉是针对对面的吧 雅索好像这一笔 他都没有见过 见过啊 见过啊 见过见过 见过嘛 对啊 去年的 去年的 去年ST的话 pergs不就拿了一手快乐风难吗 自此以后才快乐风难起来 然后 首选抢了一个宝石 看他们想打一个什么体系呢 宝石的话 其实大招 两秒延迟之后 就达到一个 再一个两秒的武器 宝石一手选出来 是不是大招啊 这边 宝石加什么组合好一点呢 宝石配车一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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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上场比较强势的 宝石配EZ 线上感觉很 很无力吧 我感觉这手EZ不会拿吧 打我脸 快打我脸 也不一定 宝石给EZ跳脸 直接晕倒 然后配合打野来干克一下 那我觉得还不如拿卢西安线上更好一点 后期 就中期操作 还是拿了EZ 新版EZ伤害 没有很明显的提升吧 你觉得呢 W配 W套上套之后 在Q打破啊 还是比较可观的 因为我看 那个网站上有些人发那种 AP双修ET的图 其实W套上之后 一个Q 配合黑暗收割他们带的是 还是能 基本上打ADC一下就消失掉了 看他怎么带吧 那还是 技能命中率需求很高 这边拿一手八德 双方的阵 双方的辅助都是很少见 对的 下路主判了是一个EZ和宝石对上一个卡莎加八德的阵 这边 红色方拿到了梦衍的打野 那他不针对对面的打野斑吗 还斑了一手刀妹 呃 这手斑 斑了一手中单刀妹卡 我觉得想针对中单 还不如针对一下打野 因为我们上一场看到了 皇子打野 对 鞋子的发起者 对呀 毕竟梦衍 毕竟梦衍才6级前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 基兰 基兰 中单基兰 C9基兰吗 这手奥拉夫 这手奥拉夫拌斗还是挺好的 是的 看一下 这边针对对面中单 这么一拌怎么选 应该是拌中单了呀 不可当他自拌打野了对吧 哈哈哈 拌中单的话 辛德拉要不要拌一手 毕竟这个拌本 不过他们可以请辛德拉 所以我还是拌了一手上单 这边给他双方的两个班位 建模 哇这边双方的班匹克 感觉都是做足了准备来的 你觉得觉得没有 不像是一种常规办法 对对 哇 南枪 南枪 他会用什么样的音 这样子 赵姓 我感觉赵姓好一点吧 南枪这个英雄有点 孤儿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南枪 开吹起来更无解好 但是他孤儿英雄 他不吃经济 就开吹不了的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边 人马打野 可以 人马打野 前期还是蛮凶的 这边卡 最后一手中单怎么选 现在目前 啊 中单俄加特上单人马 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卡萨丁选下来 这把上班又是两个裤子 互相补现 这没什么看透 中单的话 不一定啊 那个俄加特这个英雄 杀你能能力的到六级 对不对 杀你 哦 赛恩 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赛恩打得小心点 其实还 打得小心点是没有可能 这边瑞兹拿来 卡萨丁的前期 啊 我感觉不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毕竟瑞兹现在的 蓝号增高 伤害变低 他的优先权 现在没有那么高 双方这种的话 这把的话 其实都还好 双方都有后期 也有中期节奏 这样 人马其实 在踢一脚 还是比较有威胁力的 对于前期干客来说 这边我感觉 蓝色方同样还是要把自己 节奏打在的前期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如果后期的话 打不动 红色方前排的话 到后期 打不动前排的 但其实 后期卡萨丁的能力 不容小觑啊 他先叠两层 而往人心中一踩 对 我感觉他和卡萨丁 这一手拿出来 有意义 就是因为对面辅助 是一个巴德 而不是一个蛤蟆 辅聋 对对对 可能保 不是那个能辅助 对保不住卡萨 这边 虽然卡萨是一个绝对核心 那他好像跑不太住的样子 但卡萨丁的后期 也在给大招一个 就是能往 很好的脱离 这个卡萨丁的攻击圈的 这边 那一个瞬间去秒掉他 然后他来不及反对 对对对 这边蓝色方 这种很明白 就是保持开大 我们冲冲冲就完事了 是的 对吧 就蓝色方打团 我感觉蓝色方打团比较简单 只要选好集火目标 保持开大冲进去 那我觉得这边的EZ 如果选一手 西维尔可能好那么一点点 更好那么一点点 嗯 他还是看双方打野 对于节奏的掌控 看一下能不能帮线上 宽大人优势 其实如果这边 人马主帮中路的话 看卡萨丁 就是提前到达 那个强势期 那基本上就建立彩色 就无解了一个节奏 卡萨丁这个英雄 还是需要打野帮的 对 还是需要打野帮的 所以我预测 是把节奏终点 在于中路 双方很多人来帮中路 因为卡萨丁前期 对 瑞兹配合孟雅 很好抓人 对 同样的卡萨丁配 对 卡萨丁配 就一抓一个死 对 同样的卡萨丁配 人马也是很 很凶 不过瑞兹这边削了一手 知道不知道 他的现在 符文禁锢 由0.75秒改到了 0.5秒再没有 没有那个E的加成 对 他这边削的还是蛮惨的 我感觉他的和 对 对 对 他的这边核心技能 被削了还是蛮惨的 呃 这边下路的话 你觉得前期有会有什么波折吗 我感觉下路 虽然有一首巴德 感觉还是支援更多一点 这个巴德 他在线上配合卡萨 感觉 没有什么 机会 杀这边 这边都是蛮中规中矩的 真的蛮中规中矩的 就是 天上的话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 然后中期节奏点 看后来 主要还是看打野 对 然后这边 如果瑞兹个人能力极强的话 还是压制住卡萨丁没什么问题 对 同样的就是 对你说你说 在六十匹线的时候 他的那个清线会比卡萨丁快一点 对 同样的就是上单的厄加特打赛恩的话 虽然打其实是一个 五五开 就是不杀人 五五开 但如果双方实力差距蛮大的话 这边厄加特也是可以打 又配合 配合人马 人马来抓这个赛恩也是可以的 因为赛恩前期没有那么肉 对吧 对 而且瑞兹中期很厉害 他中期又能扛 又能打 大招拉住一个死人 还能恐惧 恐惧好 恐惧 另外四个 团战一下定定基础了 对 还有 好吧 那个老肥你来那个 读一下广告 来读一下广告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赛事福利 北美总冠军队伍 由越和旅游提供的价值 2040刀的美国地区 免费精品四日旅游 北美亚军和季军 将获得由 越和旅游提供的价值900刀的 美国地区免费三日精品游 同时还有GNC国际属销平台 提供的最高800刀的 回国报销机票 和最高300刀的学费补贴 谢谢 感谢赞助爸爸 感谢赞助爸爸 然后进入比赛 进入界面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 对 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吧 这边孟严带了黑暗收割 是一个现在打野 很多人爱戴的一个黑暗收割 这把孟严跟上版孟严一样 上版孟严可能是种 攻速加一个 那个半坦这种 打快节奏的这种 输出的 这个就是秒链 就飞到你脸上 一个Q 撞一下就死掉了 他可能第一件装备 除了打野刀 就应该是 默认了 应该是 对对对 默认油梦这样 然后配合一个 减CD靴 就是 就往你脸上飞 你可能一家就死 发动拍过去就没了 这个EZA的E还躲不开 对的 好进入比赛 我们 这边这边卡萨丁 没有带一个迅捷布 还带了一个雷霆 他很自信啊 看来他线上想单杀的样子 是的 因为现在迅捷布阀 卡萨丁很强嘛 他在激活了 不管是线上混 混发育也好 还是激活了那个 迅捷布阀 追人 追人杀 追人砍 或者补自己的W平A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这边没有带 我们看到这边 蓝色方的站位 有些问题 他这边 上路站了三个人 是不是要进入野区 本期 本期应该是选择一个 buff开局 所以 看吧 这里 被打了一套 这边定到了半血 不过影响不大 可以回家补给一下 不过巴德这边 对 巴德这边赚一点钱 站位还是很常规的 EZ要过来Q两下 偷点钱 Q到了吗 我没有看到 没有Q到 因为这边没有怎么掉 这里想入侵一下 看到看到梦夜了 放个Q 这边这个 梦夜还可能 感觉是没有什么波折 他还是选择强新 空buff开 对 这样的话可能会在 荷耀蟹做一点 现在没有眼位了 做了一个眼位 他放了一个破罗在那里 这边应该是镜像开了 上下镜像开也 人马前期 还是 应该是不会进梦夜野区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梦夜 那个这个人马打的凶不凶 因为人马带了一个 迅捷 带了一个幽灵鬼步 人马的耳胸一点 可能到250万前 直接回家出鞋子 然后到车上干个衣服再打 对 而且他带了一个 那个 呃 吉 吉 幽灵鬼步 嗯 就跑着飞行 这边巴德打得很凶啊 仗着你手躲 对面扶着 就过来消耗 拼命的消耗 而且巴德天赋带着是一个 那个雷霆 他可能打一个比较 出AT的装着一种 打输车型的巴德了 输出巴德其实蛮猛 对 他这种思路就是靠自己的伤害 来给自己 那个打钱的空间 对对 压制对手血线 嗯 哎 今天是一看双方打野 比较默契的都去把 对这边 这边一定是一把 一波镜像开了 因为双方的打野路 这边镜像开的话 亏的应该是人马 因为人马这边 哎不对 人马因为刷的快一点 他拿到合照线 合照线 对了巴德有强法 巴德可能抢掉了 人马怂掉了 人马不对啊 不应该怂啊 这个人马 人马明明知道 他不知道梦魇在上面吗 哦 他不知道人马 梦魇在上面 所以他偷掉了 蓝buff他就走 他这波很亏 真的很亏 很亏 还丢一个蛤蟆 丢个蛤蟆 丢一个核档线 我这被抢其实还好 他怂了 他在巴德面前 低头了 他是没有猜到 孟魇 呃 没有 他觉得梦魇 哎 不对啊 他 他偷到了蓝buff 为什么觉得梦魇还在 啊 有点 有点理解 不太了 他因为 他退 他怂掉巴德 不可能是怕巴德单杀他 对吧 嗯 支援的速度又差不多 在前期 对啊 那他就是怕对面的梦魇 来 打一个二打一 那他 偷掉了蓝buff 他觉得梦魇还在下路 我觉得他这个选择有点问题 嗯 这边有人马干克中部 踢回来 队上闪现 KU拿不了 啊不过能不能换掉 没有换掉 啊这波很转啊 很转很转 依旋 帮 依旋 依旋 是什么我刚才说的 这人马肯定要帮这个 扩制一下 依旋 双招一个TP 对的 卡萨丁这边双招也交了 看有没有 看这边 梦魇有没有机会 我们出一个比较好的装备了 卡萨丁这边回家 肯定是补饭盒 他肯定还是优先补 对对 这帮卡萨丁 在拿到四百块钱 扩充一下他的 发育基础 对两个人配合很好 就是一个 踢后面 然后交闪线 都是 伤害也算得很好 这波打的 没什么问题 而且没被换掉 就打得很好 瑞兹看到人马就该闪了 对 他等了 等了就死了 他这人马这一球 肯定要踢到你的脸上 为什么不闪呢 这边巴德很凶啊 这边下路的线被压 然后视野也做不出去 梦魇很舒服 这把梦魇就和上一把梦魇 对吧 这边梦魇已经 呃 经验是不是有优势 不过人马抓了一波 中 领先两手 也怪现在领先 对 因为 人马抓了一波中嘛 毕竟是有一波补给的 对的 其实还好还好 对 这下点可能到六级 到六级看梦魇 怎么飞 是帮中还是怎么帮 我觉得可能帮那个 瑞兹控一下会比较好 这波梦魇第一次回家 然后他的核道蟹也控制得住 应该是 人马一又来了 2234 人马2234 啊 这个瑞兹 太坦了 人马节奏不错的 12342234 瑞兹没闪就干你 他同样的位同样的 不是 不是同样的位置 就是反方向再给你 反方向再给你来一球 对 反方向再给你来一球 我还有 我还有两只脚呢 人马还有四只脚 是啊 你下一个闪现前 没好再搞你 你下一个闪现还有一半多呢 怎么 而且卡萨兵到六级了 会越来越好抓的 这边瑞兹出门带了个针牙 看来是要防范 哎 卡萨兵已经到六了 这边 孟严还要回头打吗 闪现交出来 人马这脚踢不出来了 人马这脚踢不出来了 5秒25秒就踢到孟严身上 可能直接把孟严踢不死 对 踢倒是踢不死 但是 卡萨兵下一个 下一个R技能就接上了 对 这波孟严交一个闪现 就没做 孟严闪现被打没了 闪现打没了 不过 还好的是孟严没死 死了就掉节奏了 死了就掉节奏了 孟严现在 现在的节奏 是在人马手里的 但是我们要看下一波孟严的 抓中抓出来的 孟严现在一定要开始包 对他是可以 把这个节奏打回来的 他这波大招很关键 孟严现在有两分钟 他还是没有 而且他没有逃生能力 可能还是要被自己提死 瑞兹现在很凶 现在现有部在自己打下 他知道 他知道 这波人马应该是没有状态在抓 所以他很凶 然后同样的双方的buff都刷了 肯定是优先先刷buff 不过这波线还是瑞兹控了一下 孟严刷完这个红buff 这边人马也到 人马也是刷完红buff到6 是不是 如果这样 孟严 人马很聪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到的 但是 如果人马这波不回家的话 孟严是完全 中路ADC帮忙 这边ADC飞过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被恐惧了 哎孟严不敢追了 孟严不敢追了 你看 这波打野你不在我 AD又来帮忙 AD很灵犀 哇 这个是怎么做 我们一直没有观察下路 然后 因为下路一直是被推线的 完全没有想到 ADC EZ能过来支援 对 放弃线来帮中路支援一波 这边W到 有没有想上的想法 这边 毕竟 保时有手回头的控制了 这边 瑞兹太惨了呀 我说了这个瑞兹拿出来 不会很好的 他选个辛德拉不好吗 6被踢到 巴德又死掉了 巴德被死了 哎呀 这大招在恐惧一下 大招恐惧到 不过孟严支援到了 保时闪现接约 卡莎集大招接一个护盾 有没有反打的机会 这边瑞兹完全没有支援的空间 是的 上路的TP也没有机会交 节奏点在中路 我们都说 要么那个 那个 孟业帮卡莎丁在 帮瑞兹在卡莎丁 六季前招多抓几次 要么就卡莎丁 那个打野 人马提前帮卡莎丁 过渡到一个比较好的 舒服的一个时期 这个人马的节奏太好 和上一把的王子快有一拼了 人马帮中路帮得好呀 卡莎丁是7-6 而且提前准一下巴欲什么的 相当舒服 可以再反应 人马现在没有拿到头 没有那么 而卡莎丁提前成型了 现在卡莎丁是主要的 节奏点了 我感觉 现在卡莎丁就跟着你人马走了 提前出点装备 过渡一下17 然后就那个点Carry了 这边上单的 厄加特换了手点燃 他 这边压着 压着赛人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想杀还是 单吃应该不大可能 这边孟爷的蓝buff又掉了 就直接四个人入兵 也绝 瑞兹也不敢 就直接送掉了 没有办法 这个瑞兹首先 他女神类必出的装备 就很拖 很拖他的称型 对的 然后现在又被抓得这么惨 苗表也没有 苗表都不能用 现在还有半分钟才能用 他还带的饼干 他带的香味蜂虫 这把中南比较惨 他既然选出来 瑞兹要前期打这个 为什么不 艾黎啊 惠星啊 这种东西来压呢 他 哎 瑞兹就下路 节奏又要踢 这个节奏 这脚踢到了 闪线躲开 还好 还要闪线躲开 这个大招刷得很疼 这个大招刷得很疼 这个大招刷得其实蛮高的 他没有机会混线了 这下路组 EZ大招好疼啊 EZ大招好疼啊 EZ大招蛮疼的 因为那个瑞兹 是ADC上还是BUD 这很不留 他破了之后 有点恐怖的伤害 有点恐怖 这边瑞兹只能塔下吃线了 没有办法了 是的 十分钟三天经济 蓝四方 比较有优势的现在 各个点都会发育 比对方点要好的 孟眼大招好了 有没有视野 能不能抓一波 两边都瑞兹是有车 孟眼是有大的 不知道进了野区了 没有视野 你看这个 厄加特其实眼围做得很 他做到 那个红色方的那个 石头人附近了 这就是明显的进攻眼 就是要进攻你 对 其实这个进攻眼 也算防守眼 他肯定看到你 刷完这个石头人 出来干 我提前做出准备 这时候想把孟眼麻烦 人马再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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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E了怎么说 人马开E了 不过孟眼还在 孟眼有大招 有车 不过TP没有 有瑞兹跳台打一波 这边想撸这个卡萨丁 这装备差距太大了 撸不过 下一波 下一波 下路宝石大招交了 还好 宝石大招交了 还是很舒服的 下面这边 看下孟眼有没有机会 对孟眼有没有机会了 对孟眼有没有机会了 但是还是那个话说的 就是 这边的下路没有控制啊 没有控制孟眼拿什么抓嘛 但其实 就看巴德的套座 巴德可能运入两个人 自己说不 那你这样还不如去中路压宝呢 对吧 中路好歹有一手控制呢 是的 看吧 还是要看节奏 哎 这边打一套完全不疼 哎 哎 打了270T 这边这个 这个时光这个 孟眼到了 孟眼到了 孟眼就位了 这边要开车下去 开个门 没有机会啊 这个线也不够远啊 很小心啊 这里 这边EZ 我感觉偷了不少钱了吧 应该不少 EZ还有两个助攻的 在补倒下东西 对 这边这条水龙 大家都没有兴趣 这边瑞兹的位置 能不能撸 能不能撸死 有闪现的 有闪现 人马没闪现的 啊 我 我感觉可以撸死的 太一点 他闪现跟上 不发E 可能CB没好 但是卡杂迪会把他收掉 对 这里人马打回家之后 哎 但是他有车呀 不过动一动水龙 给前妻续续航还是可以的 这波人马打的还是 人马被抓到还是 没算准 被打毁 他本人想中路直播线的 因为他这儿是一个视野盲区嘛 对对对 绿兹胆子也是大呀 被抓死这么多次 还敢在那地方 对 胆子大 这边 卡萨丁的点燃闪现都好了 我想看一波单杀有没有 哈哈哈哈 你看卡萨丁这个眼位 这已经第三次还是第二次啊 孟爷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排演 孟爷一过来就看得到 卡萨丁很小心 就这两个位置就是抓抓抓他的位置 对 蓝色帮这个理解能力很到位啊 哎呦 哎呦 就卡萨的几个是主要的视野 你飞不过来 我看到你在那里我演一演 浪费一下你的时间 我们想想这边 我感觉光靠孟爷自己 是没法带起来节奏了 因为烈士 大 烈士也不算很大 但就是没有 抓不了中吧 我是觉得他抓不了中了 伤害都不够了 哈萨丁很黑啊现在三个头呢 对 他有没有可能靠 上路或者瑞兹的车去找一步 因为他现在很缺节奏 他大招第二个都没开过吧 他只开过一个大招 这个CD已经 这个CD已经好了很久了 就找不到机会 蓝色王也会做得好 给你机会 打得很小心 这边厄加特也不敢抓 感觉会被 都怕被反杀那种 哈哈 厄加特还是比较 我感觉还是 靠着这波3N有TP 然后大 抓一波下好了 抓一波下 对 五人飞波下 对 五人飞波下 就可惜的是 没有龙 有没有看能不能 抢到伊雪塔 把节奏追回来一点 对 这边这个辅助 游走得很积极 反而是巴德 只能在线上混 对 这里 打野这下路有想法了 看下会往后退 开起了 开了狼鹏了 跑起来了 不过跑得很快这边也 这边一脚踢回来了巴德 巴德精神定住自己 大招接上 梦魇支援到位 但是打到了大招 大招 保时大招上面 临死 巴德定了一下 人把被 这边梦魇抠死 还有没有追击的机会 保时卡莎进场 卡莎能不能输出 能输出 反杀 Double kill 上路怎么说 上路被斩杀了 漂亮 这边往后跑 有没有反杀 有没有死 灵魂反杀 哎呦 可惜了 这波阿加特操作很细节 他强行反杀 我没有看到 我只 我看到的是下路 同时开花 对 刚刚同时开花 也不像同时开花 这波蓝色王下路是亏的 我上路还以为 阿加特要被 三人单持了 阿加特的时候 就两万人选 强行QW 在E大招扯回来 直接杀掉 25%的斩杀线 赫加特这个英雄 就是这样 对 他就是斩杀线 没办法 你三人没有斩杀线 这个东西 刚刚下路那边 其实红色方已经 做得很好了 对 打得很好了 巴德拖了足够长的时间 巴德拖了足够长的时间 他其实被嘲讽回来一段 他抵回来一段 他吸火箱 因为从卡前直接挺到的 那个 对线的中边这边 他的精神和斩限 他的精神和斩限 不让他被撤到 巴德单身了 巴德单身了 巴德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对 出AP中的巴德就是那么不加厉 伤害足够硬 还带雷瓶 可惜没有把W W让给ADC 有点可惜 他今天能杀不错了 能杀不错了 我只说 只说完美解 好吧 完美解 这边的瑞兹 我们可以看到瑞兹的塔 人马 人马用了 用了啦 瑞兹 瑞兹的浪头 瑞兹还要回头 有没有大招 瑞兹你的车呢 瑞兹车也来不及啊 刚刚那一下 他肯定死了 瑞兹车要1.5秒钟 哎呀 瑞兹的塔掉不掉了 掉了就亏节奏了 这边下路 能不能抢一波 抢一波节奏 这边下路意识到了 往后撤了 这边保释这个站位 明显是有人来的站位 那卡萨丁为什么不在中路 把塔拔掉呢 这边赵没有找到孟雁 我感觉 孟雁 这边瑞兹有TP的 如果要强动下路 红色方式有机会反打的 这边 红色方式有机会反打的 打下巴德 巴德躲了 哎大招也浪费了可惜了 可惜了 还好 不过保守队友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其实他让大招不开的话 就也跑掉了 他们不敢往塔下那种 钻洞的 对 不敢钻洞的 怎么可能钻巴德的洞嘛 这边红色方节奏稳住了 但是又来一次 又来一波 啊 哇 这也太惨了 人马这一脚踢错了 这边 孟雁志愿到位 哇 人马的大人头 哎人马不是大人头 还好还好 这边 瑞兹这个金身立功了 他没把那个瑞兹踢回来 因为瑞兹金身了 他是失误了还是瑞兹金身了 我没有没有看清 我真是失误了 他踢到小平时上 踢到塔里之后 瑞兹才金身的 啊这个失误有点致命 对 失误有点致命 因为这下节奏真的是稳住了 真的就被稳住了 反而下面 如果下路这个 医学打拿掉的话 提前解放出来下路的话 反而是 虽然亏金记 反而是红色方这边 节奏起事了 因为如果红色方的下路组合被解放了 你红色方的下路组合被解放了 这边的塔能不能拿掉 可以 我接的我的话题说 如果你下路被解放掉的话 你这个大概率 你这个红色方中路一血残血塔 就是中路一塔的残血 你一个卡塔丁 你自己拿不掉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红色方 主要的精力就是在下路 而不是在去搞搞其他的事情 孟严的下一个大招 我感觉一定要放 但是 人马很明白 人马知道这个医学打一定要 一定要拿 对 一定要拿这个医学打 对 瑞兹 节奏点主要还是在中路 下路几波有来有回 也是有来有回 对瑞兹真的很惨 但他好的好消息 就是他经验和什么都没亏下 对对对 他很惨 他真的挺惨的 再见 儿团大 既然是希望